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接下來我們要跟各位談到的 就是海水的組成 我們地球大概有96.5%的水 是存放在這個海洋裡面的 可惜這個海水它並不能夠直接利用 它不能拿來灌溉 不能拿來飲用 因為它是含有鹽分的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科技的進展 事實上我們已經能夠讓海水淡化了 不過就是說如果要直接利用的話 它其實還有一些成本上的考量 就是說我們如果要淡化的話 這個部分大概除非是我們講到的 極度缺水的地方 那否則的話基本上 大部分是不會直接的 拿來做淡化利用的 那當然我想在這個 95% 96.5%以外的部分 也就是剩下的這個 3.5% 我們都把它叫做鹽類 這些鹽類呢 這些鹽類其實 我們可以看到 有一些含量比較多的 有一些含量比較少的 那下面我們跟各位同學介紹 有幾個含量多的 包括像氯、鈉、硫、鈣、硫、鈣等等 這些呢我們都把它稱為是海水的主要元素 因為它含量稍微多一點點 跟其他的 我們講到的其他的元素比較起來 相對多一點點 那麼所以呢就被稱為是海水的主要元素 那在左下角這邊呢有一個小小的表格 這邊這些表格呢告訴我們海水裡面的組成元素 氫跟氧其實就是所組成我們剛剛說的96.5%的水的這個部分 那我想呢下面呢我們來談幾個這個表格當中 各位可以看到的這個海水能夠提煉的這個元素 我們來看看 首先呢第一個我們要講的就是鹽 我們要講的是鹽 鹽當然就是我想同學知道它就是氯化鈉 那麼一般來講呢我們大概一公升的水裡面 一公升的海水裡面呢可以提煉出25公克的鹽 那如果我們把全球海洋裡面的鹽全部都拿出來的話 平鋪在地表上 我們可以讓地表增加150公尺的高度耶 150公尺差不多幾層樓呢 差不多50層樓的高度 所以呢這個量是非常驚人的 那當然我想呢有關於這個鹽 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就是說其實人類利用鹽的這個歷史其實是很久了 是非常久了 例如呢在古羅馬的時候 古羅馬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把這個鹽 拿來當成心想 也就是當成服役的一個回饋 所以呢英文裡面那個salary 薪水那個字 其實那個sal就是來自希臘文的鹽這個字 所以其實這裡面是有一些小小的故事是可以跟大家來說明的 那當然我們給大家看的這個就是七谷的鹽山 我們台灣過去的鹽呢 也是來自於海鹽 日曬而來 或者我們講到的精煉而來 但是呢我們大概在幾年前 我們七谷的鹽場就不再使用 而是用來作為觀光 那麼或者是環境教育之用 所以我們各位看到的就是七谷的這個鹽山 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再來跟各位同學談談幾個 海水裡面的元素 第一個左邊呢就是鈉 鈉通常呢是離子的方式存在的 那當然這個鈉對我們而言 其實也是有它一定的重要性的 在我們一般來講呢 如果我們感覺得到 這個我們流汗的時候 會有鹹味 會有鹹味 就是因為鈉 所造成的 那這個鈉在我們的人體裡面呢 其實它對於我們的心跳啦 神經啦 或者是我們講到的一些肌肉 大概都有一些關鍵的重要性 那因此呢我們講的就是說 人體是必須要攝取一定足量的鈉 那麼來運作我們身體的一個生理的功能 可是如果鈉太多的話呢 它其實會造成一些後遺症的 那麼有一個新聞 應該是去年的新聞 我不知道同學會不會看新聞 去年有一個新聞呢 就是有一對 有一對 軸鯉 有一對軸鯉 那這個軸鯉呢 這個小的那個 它有一個小baby 然後這個 這個小baby的伯母 就是在它的牛奶裡面 加鹽巴 加鹽巴 結果呢導致這個小孩 後來救不回來死掉了 那個就是鈉攝取過量 其實它就是一個新聞 那事實上是有些連結的 我就藉這個新聞 讓你知道 這個鈉對於我們人體的重要性 但是它也是必須適量的 好那第二個呢 我們要講的 再者我們要講的就是 嗅這個元素 嗅這個元素呢 主要也是存在這個海水當中 那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呢 我們過去 曾經在你家庭裡頭的那個醫藥箱 有一個紅藥水這個東西 曾經有過紅藥水的東西 那這個紅藥水呢 就是 嗅跟拱的化合物 那我們過去呢 曾經有將近百年的時間 那麼我們是常常拿來 作為消毒傷口之用的 可是現在呢 我們紅藥水比較不用了 我們現在多半都是用點酒 因為這個紅藥水塗了以後呢 我們會 就是會讓那個傷口的辨識度變差 它有沒有發炎呢 我們會看不清楚 再加上如果呢 有人把紅藥水跟點酒一起用的話 這個裡面的鏽 跟我們講到這個點酒裡面的拱 就會出現一些化學變化 那麼導致呢 我們講到的這些的東西 就會對我們的人體 或者對我們的組織 會有一些的這個腐蝕性 就是我們講到的點化孔 它就會腐蝕我們的這個傷口 可能反而會造成一些負面的效應 所以現在我們紅藥水 似乎比較少見 我們可能大多數看到的就是點酒的部分 好 這是我們講到的有關於鈉跟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講的是鉀 剛剛那個表格裡面也有鉀 鉀呢 主要我們是用在化學肥料當中 這個對於農民來講呢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物質 我們的農藥 我們的肥料應該說肥料 我們的肥料呢 大致上大概是綠化鉀 綠化鉀為主的 那這個綠化鉀呢 對於我們的農民而言 它能夠在它的農業上面有什麼幫助呢 一般來講如果農作物缺少了鉀 這個植物的金 它就會很容易浮打 就不容易往上往直的長 所以這是我們講到的鉀肥的部分 那當然我想呢 鉀肥在提供的這個植物之後呢 那麼事實上這個土壤裡面的鉀就會減少 那因此呢 農民就會在土壤裡面再繼續用這個鉀肥 那麼來增加植物的需求 這是我們用在農業上面的 那最後一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水 因為我們剛好談到 九成六以上都是水嘛 那這些水呢 我們剛剛談到的表層 它是我們講到的生態多樣的一個區域 可是呢 我們講到的在200公尺以下的水 我們把它叫做深層水 我們把它叫做海洋的這個深層水 那這個海洋的深層水呢 對我們而言 其實也有相當多的好處的 尤其我們台灣是一個島 周邊都是海嘛對不對 那一般我們講到了200公尺以下的海水 約莫大概它的溫度只剩下10度左右 那對於我們人類而言呢 其實海洋的這個深層的水 它是乾淨 低溫 然後呢 富含營養鹽 就是磷 或者是這些磷之類的東西 磷啊 蛋啊等等的東西 還有呢就是它非常的安定 非常的安定 以及呢它的礦物質也很豐富 所以其實在我們講到的商場上面 其實我們講到的深層水 就有它一定的這個商業的價值 所以我們現在在坊間 或者是在賣場裡面 各位可能買到的部分瓶裝水 就是來自這個我們講到的 海洋的這個深層水 那當然我們台灣的東部 台灣的東岸 其實也有海洋深層水的研究的機構 那當然我想未來深層水怎麼用 也許可能我們還可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比方說我們是不是可以拿它來做冷卻 來減低我們對能源的需求 這個其實以10度的水溫來講 是有它的可能的 這是我們剛剛談到的 有關於海洋的一些元素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看其他的海洋的特質 包括呢 海洋的密度 那我想呢海洋的密度 它是促成海水 那麼在我們的地表 大規模的周期性的循環流動的一個關鍵 可是呢海水的密度 其實它跟三個項目是有關聯的 跟海水的岩度 溫度跟壓力是有關聯的 那這邊呢 我們就用簡單的一個圖 來給各位同學看一下 那麼一般來講呢 開放的海域 也就是到大洋的地方去了 這個開放的海域呢 海水的密度是比純水略重的 純水略重 可是基本上它還是有它的差異性 我們從這個右下角的圖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來 越往兩極的地方 海水的密度是比較高的 那麼越往適道的方向 我們可以看到海水的密度 是比較低的 那當然 這些就如同我們剛剛跟各位說的 密度它其實是跟 岩度溫度跟壓力有關的 所以呢 我們下面就來看看 海洋的其他的這個特質 例如溫度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看 一般來講呢 海水的溫度呢 是隨著深度而遞減的 也就是意思 越深水越低溫 好 那因此呢 各位可以在這個圖當中 各位可以看得到 那麼隨著這個深度的增加 隨著深度的增加 從表層 從表層的水溫約24度 那麼如果呢 超過1000公尺以下 各位可以看到 它幾乎就是在一個恆溫的狀態 那麼越往低的地方 越往深的地方 海水的溫度是越低的 可是呢 到了1500公尺以下 就幾乎沒有什麼改變了 它就是比較一個恆溫的狀態 但是如果 以剛剛我們跟各位同學介紹的分層 如果到了4000公尺以下的範圍呢 就會有一點點小小的改變 那是因為我們講到的海溝裡面 受到的壓力的影響 它的溫度可能會有稍稍的上升 這樣的一個跡象 這是我們講到的水溫的部分 跟它因著深度而產生的改變 那當然呢 我想剛剛是一個 我們講到的重頭面 接下來呢 我們這張圖給各位同學看的是 表層海水的溫度 那事實上我們從這張圖當中 各位也可以看得到 越接近世道的地方 水溫是偏高的 相反的兩極的部分呢 水溫是低的 可是在這裡面呢 我們可以注意到這裡有個小小的圈圈 這裡呢 讓各位同學了解 根據我們的這個科學的資料 目前海水表面溫度最高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鴻海 在鴻海 鴻海這裡呢 除了我們剛剛談到的 它是我們講到的接近熱帶地方 就是接近低緯度的地方以外呢 跟它的氣候有關 蒸發旺盛 所以我們講到的 這個地方 是我們講到的海水的溫度 接著我們就來跟各位同學 介紹一下海水的這個沿度了 那這個海水的沿度呢 大概呢 在我們講到的這個大洋來講 平均的海水的沿度呢 是千分之三十五 千分之三十五 不過一樣 它會受到那個區域的環境呢 有所影響 那麼它所在的緯度 跟各地的氣候的特質 例如我們剛好談到的蒸發量 其實都會影響到海水的這個沿度的 那我們剛剛談到的鴻海 其實它也是世界上 沿度最高的海域跟範圍 那麼大洋的這個平均沿度 是千分之三十五 可是在這邊 我們可以測得千分之四十二的沿度 那左邊這邊呢 我們給大家看的 不是一個海 它是死海 死海 死海它是一個內陸的湖 那這個死海呢 因為它的含沿量非常非常的高 因此呢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鹽礦的分布 鹽礦的這個長相 這在死海的旁邊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額外的提供給大家 就是因為蒸發旺盛 那麼吸出了它的這個結晶來 這個是我們講到的鹽度的部分 那下面呢 我們要跟各位談到的就是海水的這個酸鹼度 海水的酸鹼度 過去呢 長期的這個歷史紀錄呢 海水的這個酸鹼值約莫是在8.2左右 也就是呢 比中間 也就是我們講到的中性的7 略為偏減一點點 8.2 可是呢 目前呢 跟工業革命前相比較 現在呢 已經是8.1了 那當然因為我們工業革命 以及我們所釋放的這些溫室氣體 特別是二氧化碳的部分呢 因為有每一年大約有三成左右的二氧化碳 是被海洋幫我們吸收掉了 因此呢 這個海水的酸化 其實是持續的在進行當中的 那如果呢 這個海水的酸化呢 沒有改善的話呢 那麼事實上對我們海洋的生態 是會有一些的打擊的 那現在呢 我們這張的圖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海洋的酸鹼值 其實因著它所在的位置 也是有一些的不一樣的 例如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這個接近北海 接近北海的地方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是比較偏酸一點點的 但是呢 如果是接近我們講到的比較 在太平洋的中間 或者我們講到的比較中低緯度的地方 它的我們講到的這個酸鹼值 它是稍微偏鹼一點點的 當然我想呢 如果我們講到的海水的酸鹼性 持續往酸性的方向移動的話呢 它會對哪一些的海洋生態造成影響呢 我們來看看下一張 這張的圖片呢 就是透過我們的實驗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海洋生物呢 在帶酸性的水裡面生活 跟在正常的海水裡面的生活 它會產生一些明顯的不同 它會讓一些的 我們講到的海洋生物呢 在新陳代謝的 一些這個速度上面呢 那麼會產生一些變化 甚至於我們講到的這個免疫能力 可能也會變差 那這一邊呢 我們各位同學可以看到 這邊我們提供兩張的照片 這兩張照片呢 一個就是我們講到的 就是這個 我們涵蓋的這些的生物 那麼事實上呢 它的殼 這些羅磅類 羅磅類的殼 那麼已經 以及我們講到的 像我們可以看到的 這個手中的這個生物 海膽 各位可以看到 在正常的環境底下 跟在帶酸性的海水底下的生活 那麼這個左邊跟右邊一樣 這個相反 這個是左邊是正常的海水 這個是帶酸性的海水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的表面 它的表面 事實上呢 它的成長 就相對的變得比較差一點點 或者是我們講到的 你可以看到 它原該有的這個突起 就是它的這個帶蓋的殼 那麼事實上是被消融了一些了 這是我們講到的 所以呢 如果海水酸化的話 對於珊瑚礁的生態 以及對於甲殼類的動物 其實是傷害是最明顯的 這是我們講到的 有關於酸化的環境 跟可能的這個影響